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专门为这个实验定制了一把雨伞 而且为了更加的安全 还特意用架子加固了伞架 接着将雨伞和身体连接在一起 防止只用手抓不住雨伞 然后在同伴的帮助下 坐上热气球升上天空 等平稳悬浮在空中后 他放开了连接身体的绳子 手拿着雨伞就开始下落 一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 他的身体平稳的随着雨伞的下降 但是不到十秒的时间 随着下降过程中气流气压的增大 雨伞就开始外翻 伞面很快就被撕裂了 罗娜立马就失去了平衡往下掉 于是他立即打开被用的降落伞 安全的到达地面 但是此次实验还是以失败告终 实际上普通雨伞和降落伞不能等同 由于空中下落产生的气流是非常大的 雨伞面积不大 而且结构成拱形 降落时减速和阻力都非常微小 根本无法承受人体下坠的重量 从空中落下时 伞面非常容易翻起 真正的降落伞的面积 比雨伞大几百倍 能够产生很大的空气阻力 而伞只是看起来很牢固 但使用仅限于下雨 绝对不可能将它用作降落伞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我们下周搭互联网 速摘尽 明星期м 至少